豪华邮轮维京猎户号因为船身有海洋生物依附 遭到澳洲和纽西兰多个港口拒绝停靠 上百名游客因此受困在海上超过一个星期 被拒绝停靠的邮轮是在上个月22号从澳洲悉尼起航 26号准备停靠纽西兰威灵顿时 被发现船身有海洋生物而无法停泊港口 之后这艘邮轮还遭到纽西兰和澳洲其他三个港口拒绝入港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澳洲港口是基于船体如果有海洋生物依附 可能造成物种入侵影响当地生态 据了解澳洲国家海事协调中心在星期天 要求邮轮清理船身才能进入澳洲水域 并且派出专业潜水员协助清理 维京猎户号邮轮原定在八个港口停靠 这起事件导致船上的八百多名乘客 无法在四个港口停靠 多达七天没有下船游玩 非常扫兴 游人公司已经向乘客道歉 并会商讨赔偿事宜 优优典人公司